剛才跟你說 把這個表格背完之後 幾乎會考的 通通都考過 都有對不對 叫做幾乎表示 還差一點點嘛 還差哪一點 還差這一點 花崗岩的礦物成本 花崗岩從古至今都是課本的實驗材料 所以它是誰做的藥備 它是由長石 十一 雲母 跟微量的普通絞閃石構成的 這裡寫了長石 十一 根 雲母 所以未來我後面交到礦物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注意 長石 十一 根 雲母 因為它就是長分會卡 它是花崗岩的成分 長分會出現 所以你要分辨清楚 所以花崗岩是一個深層岩 它是一個深層岩 我們在前面的表格已經看過了 它是寫在下面 它是一個深層岩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礦物成分是你要背的 這張照片上面有一個東西就這個 筆大小 對 筆大小 就是當作筆歷史用的 就是當作筆歷史 我們在地科的照片上 經常有時候會放一支筆 放一個鏡頭蓋 放一個那個鋤頭 他們一敲那個岩石的鋤頭 有時候會載一個人 都是要當作筆歷史 讓你知道它有多大 當然如果你比較高檔 如果真的換一馬尺 就是他們真的有刻度 可以就知道它真的有多大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做個比例使用 讓你知道它有多大的 這個是花崗岩 花崗岩的顏色就隨便看一看就好 這一邊 花崗岩的顏色 看一下就好 我也不用烤了 看一下 然後呢 大陸地殼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石層的前面交過 要你備考試是不常考啦 但是呢 希望你能夠記大陸地殼是花崗岩石 大陸是花崗岩石 然後花崗岩因為質地很堅硬 色澤很美麗 所以呢 用途很多 經常來當作建材用 當作一些建材用 第一個 資三捷運站 資三捷運站外場貼的就是花崗岩 第二個 校門口 校門口走出去向左轉向右轉 準備上人行道之前不是有個矮矮的柱子嗎 有個鏡子劈那個 那個也是花崗岩 可是那個花崗岩沒有打光 沒有磨光 所以是輸出的 資三捷運站是已經打光的 比較滑 比較亮 但是都是花崗岩 OK 我叫花崗岩 下一個是劉文言 根據我們剛才這個表格你就知道 劉文言成分跟誰相似 花崗岩相似 所以劉文言成分跟花崗岩相似 但是劉文言是屬於火山岩 劉文言是火山岩 花崗岩是生成岩 它經常會有一些流狀組織 流狀組織 所以叫做劉文言 然後最後一個是黑耀眼 黑耀眼 黑耀眼剛剛跟你講過了 它也是跟花崗岩相似 它放在這裡 它也是跟花崗岩相似 可是它是我們唯一學的火山玻璃 就是那個冷卻太快 已是毫無結晶 它是長時 就是齒音波正常 情況應該顏色比較淺 它一到處亂排 光是進去之後出不來 就看起來是黑的 因為不會有光出來 就變成黑的 這是 你到一些異品店 賣什麼齒音的賣什麼的店 會賣到它傳說怎麼配戴它 可以避邪啊 什麼蛙啦啦 什麼之類的 保濕啊什麼之類的 你看一看就好 黑耀眼 好 黑耀眼 我們唯一 重點實在是我唯一學的火山玻璃 冷卻很快已至毫無結晶 記住 然後 閃長眼 這上面 一個有顏色的字都沒有 什麼意思 不重要 不重要 那有礦物啊 不用背 所有的礦物成分 你只要背誰就好 花崗眼 常識 齒音跟魚母 你只要背花崗眼齒音做的就可以 它都不用背 所以這裡什麼字都沒有 表示完全不重要 隨便看看 不看沒關係 考試不會考 是不會考 就是閃長眼的部分 好 就是跟你介紹一下 花崗眼 硫紋眼 黑耀眼 跟閃長眼 可以嗎 可以 下一個要介紹的東西叫做安山眼 所以剛跟你講過了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眼叫什麼眼 安山眼 這件事跟未來要教的東西有關 所以是你既清楚 我們考試喜歡考 好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火山眼 它跟閃長眼類似 這個表格上有其它跟閃長眼類似 可是它是火山眼 然後呢 台灣島常見 好 所以陽明山大臀火山區 就是安山眼 所以陽明山的居民就會就地取台 拿來當作建材啊 做一些使用 做一些使用 OK 灰長眼 又是一個有顏色的自動明 對不對 中醫的老師完全不重要 考試不會卡 礦物不用背 礦物不用背 靠過去總可以了 玄武岩 玄武岩呢 成分跟灰長眼 相似 但是它是火山眼 在表格裡面我們已經背過了 玄武岩的成分跟灰長眼相似 它是火山眼 那麼玄武岩有兩個字重點 氣孔 曾經看過有人卡過這一題 說有個石頭 哨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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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串 問你它是什麼石頭 keyword 看上去說有氣孔 你知道什麼眼 玄武岩 它寫下那邊看兩個字 有氣孔 玄武岩 所以它是keyword 它有一些氣孔的存在 它是一個火山眼 玄武岩 OK 它是海洋地殼 我們前面請你背過的海洋地殼是玄武岩之神 我講過它跟後面要交的海底擴張有關 所以這個喜歡考你 喜歡考你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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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地殼 所以要把它做成地殖公園 我們後面會再提到它 因為它有一些特殊的景觀 就是這個 特殊的景觀 六角形柱狀節理 我們還沒有教什麼叫節理 以後跟你講 這個古時候非常喜歡考 現在不愛考 因為它純死背 現在不愛考 問你玄武岩的特徵 它有六角形柱狀節理 六角形柱狀節理 雖然現在不愛考 但是我還希望你可以把它背下 就是玄武岩的特徵 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的 玄武六角形柱狀節理 至於什麼叫節理 我們後面再來告訴你 那玄武岩就有一些用途 做一些建材 不拉不拉看一下 就可以了 看來就可以了 好了 最後一個是感染炎 上面又是一個有顏色的字都沒有 又再次告訴我它完全不重要 但是有一件事重要 我們以後再來告訴你 有一件事重要 我們以後再告訴你 就感染炎的本身 一個要背就是 它是誰的組成 地寒 地寒是感染炎子 就我們教過嘛 地寒感染炎子 就這樣子而已 至於我講過 它什麼口味都不用理它 就是跟你介紹 以上就是介紹 一些常見的火層炎的部分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